哈喽伙伴们大家好哟 本期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的课程内容是 如何成功做出Shopee的出单 讲的是零到一的这个过程 那本期课程呢要跟大家说 新手的话呢不用担心 上了本期课程的话呢 有一点思路的话呢回去直播 就会更有信心如何破零 那本期视频呢 是由YouPi出来给大家带来的 视频课程的讲解 我是导师Lisa 这期呢将会讲到Shopee直播跨境直播的一个出单的方法 我们大家具体来就是跟着Lisa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容吧 在讲课之前呢 Lisa呢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了 Lisa我本身呢有之前呢 作为这个东南亚MCN的一个负责人 有做过Shopee和懒杂兰直播 那后面的话呢 作为整一个直播的一个资源的负责人 还有就是培养主播 我们在直播下赛道上已经跑了一段时间了 那Lisa做这个课程的内容呢 其实是想带大家如果想对跨境直播感兴趣的朋友们 帮助大家在这条赛道里面就是跑远一点 跑稳一点 因为前期的这些知识体系啊 都是我们花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去沉淀才跑得出来的结果哈 那就给到大家一个方便 就帮助你们能够在这条赛道上 通过这些基础知识的了解去跑得更快一点 哈 OK 这一个课程呢主要有两排哈 我们会讲到两个重点的一个大内容哈 呃时间的话呢大概是十来分钟左右 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哦 这一期呢虽然说我们的这个目录哈 导导引并不是很多 但是呢会给大家讲到一些实力的一些方法哈 能够帮助你们的一些状况 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直播的一些产品哈 具体细致的产品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没有关系 如果能够呃Lisa有空的话呢 能够帮你们做指导的话呢 我也很希望说能够给你们做单独一对一的指导哈 去看一下怎么样去调整 然后呢在直播这个破零呢 上面的话呢 大家有点信心哈 其实不难的 好 我们就呃从这个课程开始吧 首先看第一部分 要做一个数据和市场的调研 哎 跳得太快 啊 呃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呢 大家要对内心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了解哈 我们很多一开始包括Lisa 可能两年前我在想做这个直播赛道之前哈 我对国内的那个直播总感觉我一开播哇 我这个IP这么好 我肯定会很多人进来看吧 结果就是现实就是破冷水哈 因为一开始在做慢慢做国内的直播 跟跨境的直播开始的时候一开始你没有扶持的时候 是很难起来的 我们做到现在 MCN有一个官方的支持啊 但是在之前的话 我们在没有支持的时候 我们也是自己开账号去播哈 那基本上呢 你基础都没有打好 你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直播流程的一个 习惯性的操作的时候呢 零单是非常正常的 你不了解用户的内心的状态 你也不了解你产品 所定位的人群 对不对 你又不了解直播间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下呢 那你不零单谁零单 这个不是真的不是就是让大家打击你们哈 通过学习 我们真的能够就是快速的破零 但是如果你没有系统的学习的话 只能就看天吃饭 看看哪天得到一个客户 不太懂的啊 支持一下你的可能他会买 但是真的几率太小太难了 大家现在我们这个是一个叫做大数据的时代 好我们也是一个知识的时代哈 就是支持付费的时代哈 所以呢在这一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会有更加多的一个方法来帮助你们 我们已经研究出了我们的赛道的跑法 大家来这个学习的话呢 也就是帮助你们更快的时间出单哈 还有就是不仅出单还要报单哈 呃刚开始的话调整心态零单是非常正常的 那针对问题的方法解决方法的话 第二怕我们会讲到哈 这个长期呢打击自信的话呢 也会让大家去 对于对于跨境直播无论是国内直播 还是跨境直播都非常没有信心 但是丽莎我告诉你 就是真正能跑出来的人 永远是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 啊 呃你们有没有了解过李嘉琪在做直播之前哈 他以前的直播间只有大概四五十人看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他在那里播他也是很兢兢业业的播 三百六十五天他说了长长没有一场落下 他基本上能三百六十五天能播三百六十天啊 基本上就是这个场次保证 而且没有人看的情况下也无所谓自己的内心已经能练到非常的刚毅了 然后呢慢慢也是从这个状态下磨练出自己的一个直播的技巧的 都是耐得住寂寞的 所以大家要坚持哈 如果你们认准这个跨境的赛道的话 一定要坚持 现在这个世界的发展哈 跟大家说以后一定是智能的 还有叫做网络时代哈 呃 我们国内中国已经认证了这条赛道的发展 世界是不可能逃出这个洪流的 互联网的时代一定以后呢 会在以后的十年里面绝对是主流 如果没有新的东西代替互联网的话 这条赛道大家只要埋头去选择方法找对了 以后一定是会爆发的一条赛道哈 而Lisa我自己是真的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呢也要给大家一些信心哈 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二趴 我们会主动讲这个第二趴的 具体操作的方法 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哎跳太快 好具体操作的方法哈 呃首先的话呢第一步 呃大家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个破单的方法 的话呢一定要以时长为基础 去做一个直播的规划 时长的话呢基本上呢 如果你播的慢一点一个月 对不对 如果你播的快一点的话也就是两个星期 基本上每天播啊 每天都坚持两个小时 两个星期就是你时长的一个规划 如果你播的慢一点 比如说你是真正有商品去播的话 哪怕时长都是一模一样的商品也得播 大家明白意思吗 我们是作为一个呃不仅是作为训练哈 观众和消费者也会在整一个跨境市场里面 如果你冒头冒的多的话呢 他总有关就会买的 但是如果你连这个计划都做不了的话 那很抱歉哦 你就是很难出单了 所以说呢 时长作为一个直播计划一定要写 并且写的时候一定要做完它 各位你要是做完时长你还不出单的话呢 那肯定是Lisa我教你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方式有问题 基本上呢 做直播再新的新账号 我们自己在做直播的最新的新账号 跟大家说话 基本上做到第四第五场都要出单了 而且出单以后呢 再出单会是持续的出单 会有一个累积 因为出单以后不是有用户还要评论吗 然后还有就是直播间的一个热度吗 你的直播只要定时了粉丝都会进来看吗 这都是一种叠加呀 朋友们 所以说一定要做这个基础的计划 前期很多朋友都是没有这种专业的计划 播个一两场就不播了 那对不起啊 那肯定是不会出单的 你先作为时长 如果做完时长了都不出单的话 你来找Lisa Lisa我会给你一个建议 而且要把你直播的视频告诉我 那我就会给你一些你可以实现的建议 并不是说那种高度非常高的 你都实现不了的 也要实事求是 那给你你可以实现的建议出单真的不难的 好第二个的话呢做完这个计划了以后呢 一定要固定时间去播 做PPT怎么跳的这么快 我都没有点那个自动放映 比如说固定 如果你是要做时长每天都播的 半个月都播的那种的话呢 就固定吧 每天晚上就是什么时候播 但是这里要给大家一个建议 至少呢在国内是这样子的 晚上8点到10点呢 是一个非常热的黄金时间 很多账号都会在这个时候开播 但是如果你是新账号小主播的话 Lisa不建议你在这个时间开播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用户在这个时间都会去看 他们自己喜欢的主播去做直播 你去跟李佳琪 威亚PK同时间的大号 你觉得会有用户刷到你吗 对不对 我们说的是跨境直播 跨境直播的话呢 如果你去跟那种很绚丽的直播间去播 比如说像运动的美金农啊 或者是Nike啊海兰之谜啊 兰扣他们都会选择在晚上去做直播 还有就是在泰国市场最喜欢的是 呃11点到1点啊 然后晚上的话呢7-8点的都是那种大直播出来了 还有巴比布拉啊 Fresh啊这种直播 你怎么去跟人家比啊 人家的直播间非常专业 对不对 而且人家是官方office背书的 除非你的直播做的比别人好 你才能去抢别人的用户 不然的话想不便想 所以呢如果是新手的话 一定要避开这个时间 好那Lisa定这个时间的原因是 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了 你就可以去用这个黄金时间去播了 因为很多的用户其实还是会在黄金时间 人数会多一点嘛 对不对 毕竟下班了 每天吃饭之后 啊不知道要干点啥 看个直播吧 呃可能人多一点会刷到你 你也能留得住他 好 但是对比会很明显吧 你想想如果一个刚从威亚直播间出来的 用户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对不对 就很尴尬有一个对比很快就滑走了 他刚经受了那一波 非常厉害的主播 对吧 在直播间里面直播啊 那他可能就有一种 有一句话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到大主播直播 再看到那个新手直播的话呢 就嗯 明白吗 好 下一个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一个的话呢 是提前做好宣传 呃一定要拍直播的短视频 想办法去多拍几条 比如说做时长直播的话 你至少要拍个三五条 不一样的吧 不能时长直播都是 都是一样的直播 而且这个短视频哦 最好是有一点剧情的短视频 要用心去做 不要觉得说 啊我的主 主要的一个部分是直播的内容 我就写脚本就好了 那短视频就不做了 那对不起哦 你这样子是很难吸引到别人 这个时候进来看你的 可能你在拍短视频的时候好玩 你还能吸一些粉 对不对 就是粉丝在看你这个短视频的时候 他会来看你的直播 觉得你很有趣 所以这个短视频呢 也有团队帮你去想办法做一下 或者自己有一个突发起想 去做一些短视频的内容 好 哪怕跟商品没有关系 也不要紧 好 这个主要是做一个预告 好 呃也不要拍自己的美照什么的 呃主播的美照不要拍这种啊 拍一点有意思的事情 比较容易吸引到很多观众进来看 第三个要做好的事情 第四个的话呢 提前发预告 呃提前发预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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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跳那么多呀 来给大家看一下第四个啊 呃 预子打错了 预是那个领预的预 啊 私欲流量提前发视频预告啊 啊 Facebook Instagram 提前会把你的这个视频就发出去 然后视频上面一定要记得打 某天什么晚上几点钟 星期几哪天 8月 今天呢哈 8月17号 晚上8点 来我直播间呢 你拍完就是搞笑的视频 或者是变装视频 或者怎么样以后 把时间打上去 好吗 一定要把时间打上去 不然你这个短视频就一点用都没有 别人 不知道几点钟来看你的直播 对不对 好 要提前去发视频的预告 要把时间打进去 把私欲流量发满 第五个的话呢 直播 当中 做的事情啊 直播当中做的事情 哎 这个PPT搞得我 头晕了 直播当中的话呢 先圈粉后销售 一开始呢 前两三场哈 不要抱着就是我要卖出去的这种决心哈 先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直播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让粉丝多关注你 然后呢 预约下一场时间让粉丝来多支持 营造一个直播间的热度 哈 有热度了以后呢 你的粉丝有粘性了以后 销售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前面的这个热度没有做好 你就想卖出去就有点像 走路都没学会你就想先学跑了 对吧 就是小小baby 啊 我们一个新生儿小baby 走路都没走好 你就想跑了 那肯定是很难的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要做好这个 流程 第六的话呢 要在直播之前 有朋友了 每个人都有几个朋友吧 主播 捞两个 一定要捞朋友哦 真的是要叫朋友去多多支持 帮助协助暖场 去留言 不然的话呢 你会真的很寂寞的 可能朋友能帮你一场两场 就是 换一些朋友来帮忙 因为不可能有人有天天有这么多时间 天天去帮你 对不对 就是多邀请一些朋友去暖场 那运营也有一些朋友 对不对 反正团队里面的小伙伴就 都去多多叫一些朋友 在那个 电商的 场子里面去多帮忙 然后呢 大家会看到说 这个地方有很多人看直播 会 打动到消费者的观众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这一点也要做好 第七我们看一下 第七点的话呢 要前期设置低价饮流款 不能一开始就只做单独一款的某一款的高价的销售 这样子的话呢 给消费者感觉就是入门门槛太高 前期可以发一些福利可以抽奖啊 或者就是发一些shopping券 我们做的是跨境的直播 对不对 前期的话呢 可以抽一些礼品啊 就是比如说放出几个链接 比如说 三三五块的这种小的东西啊 放一个娃娃 然后让大家去拍 然后这个链接的话设置只能拍五个 然后你就有那个消费者的地址了 对不对 你就真的要发货给他 然后呢 在发货的时候 记得拍视频 做你下一次直播的一个 引流的一个视频 这些呢 其实都是成本来的 就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说 有这个结果呈现了 不然那事情你就不要做 你在打包发货 还有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呢 剪到下一次直播的预告里面去 让更多的朋友发现 哇这个直播间真的会有抽奖 真的会有福利 我下次订点去看他 我也想抽这个娃娃 这个娃娃 挺好的 要把这些产品去抽出去 然后呢 要让这些 已经抽到的奖品的消费者啊 就是发货的时候 跟他们对一下 然后呢 让他们 多多来直播间支持 下一场 然后还有奖品 反正就送嘛 棚树都是有人要送 对不对 一定要前期做好这个东西 第八 来看一下 做好 做好利润产品的宣传介绍和产品的销售工作 好 我们的整一个直播间的话呢 其实主要是依靠利润产品来盈利的 前期的这些饮流款呢 还有这些就是 就是低价款啊 都是让消费者进来 然后留住他们的 但是我们后面盈利还是多多的去做这个利润款 主推的产品去多介绍去深挖他 去做销售的工作 这样子才有利润嘛 对不对 第九的话呢 要做一个复盘 直播要进行一下复盘 那本期这场直播有什么问题 什么时间哪里没做好 Lisa我以前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包括现在 我都会去看 我会把我的视频还有直播会去看一遍 然后哪里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下一场我真的会去改 可能呢 下一场改的没这么快 对不对 但是慢慢的调整嘛 总有一天会调整过来的 然后就会越来越好 大家要相信这一点 复盘也很重要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课程也讲这么多 希望大家有听到干货 十几分钟的时间 虽然说只有两趴 但是第二趴怎么去操作 Lisa真的讲得很细很细 如果你按照这九步操作都没有出单的话 十场之后你来找Lisa Lisa我会对你负责 我会对我所有的朋友和学员们负责 因为Lisa教的是干货中的干货 我们的成功方式就是这么出来的 并且我们已经打造了 就是单场的这个销售已经破迁了 这个就是销售 我们说的是美金 我们说的是美金 我们在跨界市场的话 我们不讲零币 因为东南亚市场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换算 我们提现的话呢 都是会提美金 那大家的话呢 自己根据这个状况 去学习了解 如果你想要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话 真的要不停的有一个精进的过程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学习 好好学习 听听向上 然后呢 能在跨境的赛道里面 嘟嘟挣钱 好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